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力红清洗干净 准备操作 首先是把这个转力红改造 把切成小颗粒 我们给它撒点盐在上面 用张筷子搅一搅 腌一下 为什么要用盐呢 就是要把这个水去一下 因为这个转力红的水呢 有点苦涩味 我们要把它这个水 给它弄出来 沙沙水 这叫做 两个蛋 一个皮蛋 一个盐蛋 把这个盐蛋切小 切成颗粒化 皮蛋按照相同方法处理 都切好过后呢 一直装入小碗中备用 好 准备一个大蒜 这道菜必须要有大蒜 这个大蒜 我是用的是圆蒜 你们也可以用了土红大蒜就可以了 用这个大蒜 拍泡 把鸡蛋切成细末 红椒切成小圈 不喜欢吃辣的可以不要 少许的肉末 雪里红挤干水分 起锅 开大火 下少许的油 滑锅 投入肉末 快速滑散 炒至变色 下大蒜和小米辣 稍微翻炒 把配好的蛋液调入坑中 快速翻炒至起砂 投入雪里红 快速翻炒 这一步一般需要一到两分钟 要炒到雪里红断心无止 调入少许的盐 白糖 鸡粉 再够一点点香油 快速翻炒至辣味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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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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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真的会有肉香 又有档香 今天他们有那个雪的土壽 更多的是一种清香味 好吃哈